你觉得你那些支持者真的是因为你做公益而买那本书的吗 一定不是的嘛 一定是想说是不是你要要出来了 我要赶快支持你 我要用我的行动让你韩国瑜感受到说 我们都在等待你去处理民进党 你每天都看民进党出包的跳电的 还在硬拗我不下台 然后下面的人低级的错误 一直在凝虐台湾的人 不是吗 你认同的打7 为什么韩国瑜还不出来 他继续做公益啊 而且他最近做公益的那个影片 其实点阅率也都不高 他还在敲门 对啊韩国瑜还在敲门 就是你只能网说他还在等时机啊 我们来互动一下 韩国瑜敲门的影片 你们还会在看的打1好不好 你说真的 你已经没有在看的打0好不好 真的没有什么支持不支持啊 就是聊天而已啊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在看的 我就说真的 我对他做公益这件事情是认可 但是我想看的东西不是那个 他应该有更好的方式 不然他可以拍YouTube啊 然后讲对政治的一些看法 那个应该会比较有人想看吧 如果他拍这个 有人就会说啊他可能会对政治有企图 他本来就是政治人物 他出那本书上面写他的头衔 也是政治人物啊 他本来就是政治人物 本来就是要对国家 有一些想法跟政策啊 或是一些批判啊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你认同老大刚才讲的 一打七好不好 政治人物本来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你还会怕人家讲 就像老大出来这边当国际巨星 我还会怕人家骂吗 不可能怕人家骂了吗 对对 我还希望你骂我了 因为你骂我 你可以发泄一下 都已经出来了 还会怕吗 对啊 就没有什么好怕了吗 你觉得你那些支持者 真的是因为你做公益 而买那本书的吗 一定不是的吗 一定是想说 是不是你要出来了 我要赶快支持你 我要用我的支持行动 让你韩国瑜感受到说 我们都在等待你去处理民进党啊 你认同的打七 你每天都看民进党出包的 跳电的还在硬拗 我不下台 然后下面的人低级的错误 一直在宁虐台湾的人 不是吗 你说跳电有赔钱吗 有赔钱吗 打九五折呢 你连续跳六个小时才打九折呢 打什么九折啊 见鬼了 说真的韩国瑜那本书 我买来就放在那边 我真的没有去看 我是要让他知道说 你的支持者还在 但你要认清一件事 你的支持者是因为 想要看你去电民进党而存在的 而不是想要看你做公益 你认同的打七 就像当初电王世间那样子 一样对啊 不然你也拍影片 你对台湾跳电台湾能源的看法 批判你可以讲 你批判好的好 我们都会帮你宣传嘛 这才是我们真的想看的 会去支持他的人 就是想要看他怎么电民进党